早前, 廣東有一位女食客 去甜品店點了一碗窩蛋雙皮奶 店員加熱後上桌 食客準備吃, 用匙羹一筆 雙皮奶突然爆炸 食客的臉部、頸部、手臂 和眼睛附近都被燙傷 窩蛋雙皮奶竟然變成炸彈雙皮奶 莫非高溫就是這次爆炸的元兇 據說, 出示的甜品店是用微波爐 而不是用精櫃去加熱窩蛋雙皮奶 這次懷疑學徒比平時多叮一分鐘 導致爆炸 英強博士, 窩蛋雙皮奶也會爆炸 你猜出示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喜歡的就是蛋放在微波爐 加熱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問題 不如我們做一下測試 好 在這次事故中, 雙皮奶早已做好 由於要多加一隻蛋, 成為窩蛋雙皮奶 於是就用微波爐加熱 據說當時學徒把一碗雙皮奶 雙皮奶叮了三分鐘左右 我們模擬整個過程 當我們將窩蛋雙皮奶 放入微波爐加熱後 我們看到並沒有特別的情況發生 叮了三分鐘 我們將雙皮奶由微波爐拿出來 在意外裡 雙皮奶是客人吃的時候才發生爆炸 我們現在由微波爐拿出來的雙皮奶 看到熱得有泡, 滾滾滾滾 接著我們就模擬吃客人用匙巾一筆 看看又如何 真的要爆炸 沒錯, 看得出危險, 看得出危險 對, 還有一點燙 看看, 爆到四處都是 興近博士, 我想問 為什麼爆炸的理由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剛才微波爐加熱的時候 就是給了很多能量這個蛋 這個蛋黃當中就是不停不停加熱 它裡面的溫度和氣壓是相當高的 壓力大 所以如果我們慢慢拿出來的話 它都能夠保持平衡狀態 但是如果突然間受到外來的刺激 比如剛才我們用一支棍 一督穿個蛋黃 比如說我們用一支棍 攪一攪它的話 打破了這個平衡 所以蒸氣和壓力 就是隨著我們這個裂口就會爆出來 可以火生爆發 就是箱裡面很高溫的蛋黃 或者其他我們的雙皮奶都會彈出來 即爆到四處 對, 沒錯, 所以就這樣 我想剛才微波爐裡面 我想都超過100度 拿出來的話 就算我們爆出那一刻 我想都超過80度左右